这是剧中最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的一段对话 感情层面分属应当 道理层面再正常不过 可这段对话发生在郑娟的身上 总让人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周炳坤被判入狱九年的时候 周炳毅已经官至哈阳市长 可周炳毅连句话都没帮着说 这件事在周家人的心中就一直是个疙瘩 在郑娟的心里更是一个疙瘩 周炳坤出狱以后 周炳毅调任集村 两兄弟多年未见 炳坤喝多了 郑娟终于等到了解开疙瘩的机会 哥 炳坤这是咋的吧 我俩喝了点酒 喝多了 真没出息呢 慢点 你往里躺点 快点 往里躺 听话 来 往里躺点 快点 炳坤 再往里 往里躺一点 有时候真羡慕炳坤 这都快五十岁的人了 还有哥哥姐姐躺着照顾着 一家人 轻轻热热的 注意郑娟的这句话 这句话是整场对话的基础 更能证明郑娟接下来质问周炳毅的真正目的 因为羡慕炳坤 因为看到了哥哥疼弟弟的真感情 才让郑娟想起了这件事 这说明郑娟压根就没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只是此时此景让她突然想起 当然如果没有耿耿于怀也不会有什么突然想起 但郑娟的意思绝不是埋怨周炳毅 她有另外的目的 不信你看郑娟的动作变化 原本站着坐下以后才问出这句话 这个动作就是郑娟内心世界的完美写照 站着问 居高领下 相当于质问 坐着问 抬头看向对方 就真的只是问问 就连问都小心翼翼 都能充分照顾到周炳毅的感受 生怕伤害丝毫 郑娟真会因为这件事就埋怨周炳毅 当然不会 只是郑娟到底是什么意思 听听周炳毅的两个反问 你就能明白 是炳坤对我有意见 是你对我有意见 别在心里挺长时间吧 就想问吧 周炳毅没有帮弟弟说话 他心里的愧疚远胜于家人对自己的埋怨 这是一根刺 深深扎在周炳毅的心里 郑娟要做的就是帮大哥拔出这根刺 只是到底该如何拔出这根刺呢 只字不提让时间愈合 感情的刺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腐烂 直接告诉周炳毅我们理解 我们不怪你 这就相当于那句经典的数你无罪 一个数字就等于宣判了周炳毅的罪过 有些原谅就是需要一个怪罪的过程 所以郑娟需要一个最理性的方式 正面提出质疑 给周炳毅一个替自己解释的机会 然后再接受这个解释 给出原谅态度 好了 我们来听听周炳毅已经毫无意义 但却仍能暖透人心的解释 这么说吧 要是我和炳坤有一个人必须得死 我死他活 他是我亲弟弟 感情在那儿 最主要的是我说了能算 不帮他 是因为我说了不算 我是当官的 但当官的也不能想干啥就干啥 能帮的不用说 不能帮的说了也没用 感情在那里生死尚且能够不顾 唯独说了不算的事情 只能无能为力 我能替弟弟死 但却不能替弟弟开后门 说好话 周炳毅之义 乃大义也 对国不对家 对人民不对兄弟 如此态度 足令多少人汉言 如此态度 又能让多少人分暖 不管周炳毅给出何种解释 哪怕他只是给出一句 我怕影响自己 郑娟都能原谅 帮礼不帮情 是人之常情 今之利己 也是人之常情 更何况 郑娟就只是想解开 大哥心里的疙瘩 仅此而已 所以郑娟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周炳毅最大的希望 就是家人能够理解和原谅自己 可如果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又何谈理解 如果连个怪罪的机会都没有 又何谈原谅 郑娟这一问 怪罪的机会有了 解释的机会有了 哥他也就解开了 大哥还是大哥 郑娟还是郑娟 天黑 我给你拿个手电筒 还有什么原谅 能够抵得过黑暗中的光明 郑娟之捐折 秀丽美好也 愿世间能多一点美好 更能多一点有体面 有感动 有理解的原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